《王宇榮》 我是王宇榮 歡迎來到《王冠錦嚴》 香港市民向來十分尊重司法機構 甚少對法官的裁決或操守提出質疑 但是自從去年黑暴事件發生之後 無可置疑地 市民察覺到不少法官似乎在判案的時間 流露出個人政治立場凌駕於公義之上的問題 導致民怨沸騰 引致公眾經常掛於口邊的 就是警察抓人、法官放人 和司法獨大等的聲音 市民對法官的尊敬和信任程度大幅下滑 特別對部分法官處理刑事案件的中立性、邏輯性 和法理性都提出質疑 抱怨的聲音此起疲落 市民開始意識到原來他們對司法部的信任 只是一種迷信 當司法迷信被打破的時間 市民開始對司法機構的運作更加關注 但是每當有公眾對法庭善意地作出批評的時間 司法機關慣常的做法 就是發表一些不着邊際的聲明 不斷提醒市民要尊重司法獨立 完全沒有處理到市民提出的質詢 司法獨立這四個字 就漸漸變成為司法機構裡面的口頭纖 成為司法部逃避責任的一個黨戰牌 沒錯,社會的確需要尊重司法獨立 但是我們首先需要正確地認識清楚 什麼為之司法獨立 按照《基本法》第85條 法官進行審訊期間 他應該免受到任何人干擾 如果有人在一件案件未審結的時間 企圖干預司法獨立、法官的裁決 那不單只影響司法獨立 亦可能干犯了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 但是每當案件審結完畢之後 市民如果對法官作出一些批評 或者表達一些意見 而並非向法官作出一些惡意的謾罵 這些行為根本和干預司法獨立 是完全承不上任何關係的 再者按照法官行為指引裡面的第22條所指 法官的行為是受到公眾監察的 以司法獨立之名去封市民之口 極其量只能令司法機構贏得一時 但是就著民心方面就輸足一世了 舊時法官的地位是萬人景仰的 但是近年不少法官的聲望淪落到聲名郎直 歸根究底就是因為司法機關濫用了 司法獨立這個免責金牌 假如司法機關能夠開放自己 虛心聽取民意 不要固執自封 濫權自重 市民又怎會無故針對司法機關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